好 雖然這幾天在過年 大家心情想必都很開心 都很快樂 但是目前本土疫情還是持續延燒的 尤其昨天公佈了本土新增個案有16例 其中在桃園增加了7例 而且全部都是物流公司的員工跟家屬 桃園市長鄭文燦下午宣布了 該間公司勒令停業 而員工將在7月2號二採之後 確保安全之後才能夠復工 另外物流公司的員工基因定序也出爐了 確定跟桃園的群聚同序率 但是究竟如何感染的還有待調查理清 工作人員持續針對豆漿店超商 還有水族館等多處傾銷 因為本土案例持續增加 大年初二新增16例確診 台北1例高雄佔8例桃園7例 都是物流公司相關群聚 而物流公司的員工基因定序也出爐了 那這物流公司的群聚 是屬於Omicron的一個變異株 那且跟這個桃園的這個群聚案的 序列相符 針對桃園物流公司擴大採檢590人 新增6位員工確診 案19024到19029 另外增加一位清潔人員案18975的兒子確診 CT值介於21到27 累計這起群聚已經有13例確診 其中11位是員工 兩位是家人 員工工作區域主要在物流公司 B環的工作區 該物流中心的其他的員工 也必須要就地隔離 2月7號會安排這個二菜 我們也決定這個熱力平工 能夠確保安全後才會復工 這起物流公司群聚第一例 染疫的是案18757 日前自行到巴德採檢站篩檢 1月28號確診 相關接觸者居家隔離 隔了三天又爆出同事案18886染疫 擴大狂烈採檢 才又查出後續多起案例 這裡我們採檢的900多位 全場還有317位要採檢 國內本土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是省政難分析 台灣要抓穩清零方向 把握境外嚴防和境內嚴查 將OMACON擋在最上游 並將餐廳和幼兒園這兩個場所 守好清零就不是夢想 如果說你一定要清零的話 我覺得現在這樣不行 恐怕要三級緊記 專家認為國外OMACON仍然有致死率 國內一定要清零 同時也要再加強防疫力道 記者林又成王一仲台北報導 另外在台北市幼兒園的群聚案 再增加一例確診了 那主要呢是這名這個幼兒園 他的爸爸陪兒子隔離被感染了 那原本呢他兒子是幼兒園的小朋友 在1月27號確診了 他的爸爸陪同他住院 結果呢爸爸呢在1月30號也出現了 發燒喉嚨癢的一個症狀 31號採檢2月1號確診了 CT值17.8 顯示他的病毒含量其實是蠻高的 目前呢已經收支在醫院治療當中 對此呢台北市長 會因此被感染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小朋友傳染給這個家長 讓家長確診的案例 在台北市已經有十幾例了 那現在呢 目前台北市也將研議 讓陪病的家屬先打第三劑 並加強保護來降低染疫的風險 北市松任區幼兒園的感染鏈 在擴大2號公佈 新增一名家長確診 案18989是確診學童 案18713的爸爸 兩人在1月26號同被匡列隔離 兒子27號確診後 由爸爸陪同住院 沒想到隔3天 爸爸隨即出現症狀 三采陽確診 CT值17.8 病毒量高 打過兩劑BNT仍染疫 北市嚴禮要讓照顧的家長 優先打第三劑 這麼小 有些還有幼兒還在吃母奶 不太可能換照顧者 讓他趕快接種第三 而不是說讓他就直接進去照顧 照顧小朋友 家長被感染有十幾個 超過十個 還要再想想看 看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十幾個不多也是多 因為這是死亡率不高 我說像SARS沒有疫苗 又死亡率13% 這變倫理慘劇了 爸媽陪同隔離 就得有心理準備 恐怕會跟著染疫 北市拋出先打疫苗 真的可行嗎 只要滿三個月都可以打 這件事如果要讓這個陪病者 滿三個月都可以誰到誰打 這當然都是他們各界可以做到的部分 這都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在於要14天之後才會有保護作用 即便打了兩劑 陪同隔離的家長還是抵擋不了Omcron而染疫 除了打第三劑 防護上恐怕得再升級才行 記者成家林佩傑 森區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疫情期間 適逢是春節廉價 很多民眾擔心 有些人可能因此不敢出去玩了 而各地縣市政府春節加開的疫苗施打站 成為另類景點 在新北市中和環球購物中心 開放了1000個名額 上午6點多就有民眾去等候了號碼牌 在一個小時之內就被搶光光 另外在南投縣草屯鎮的錦鄰診所是春節期間 縣內唯一有開的疫苗施打站 一共打了137個人 在台北市則是加開了BNT以及高端疫苗預約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直言 他說疫苗覆蓋率不夠很危險 在台北市甚至有10%的人 連第一劑都沒有打 在全台則是有20%的人 連第一劑都還沒有打 那麼當然在這個新北的機動疫苗接種站 初二開打了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有去打呢 可以留言來告訴我們 那麼這個名額總共有1000個 為了搶這個1000個的接種名額 有民眾他們清晨4點就去排隊了 雖然是號稱可以隨到隨打 但是卻是下午才開打 有人等了7到8個小時 而且北部天氣不是很好 還淋雨排隊 而沒有搶到號碼排的民眾 他們不死心還留在現場 希望能夠搶打到殘忌 大過年卻出現這種排隊 搶疫苗的景象 而且亂上一樓框 讓人看了真的是相當的不忍心 今天打的是莫德納 實在太誇張了 人潮蜿蜿蜒整整繞了四圈 數百公尺棉延 不是為了搶錢母買福袋 只為了打疫苗 除了要打年後第一針 竟然得套炸五六點就來排隊 新北這處機動機動戰下午 一點半才開打 清晨五六點就來排隊 等於等花上七八個小時等待 何況人潮這麼密集 完全沒有安全距離 根本是大型群聚現場 天空下的綿綿細雨 大過年排隊打疫苗的民眾 卻是怒火鍾燒 本來分兩批發送的一千個名額 乾脆一次發完 結果排到第一千零一號的民眾 心中的失望 掩不住 好 翔哥 我等一下去買樂透好了 排排了 很浪費時間 好辛苦喔 明天還要來嗎 還是要來 第一季打莫德納 第二季一定要打莫德納 大家以為說來就可以打 就沒想到來了那麼多人 結果還要排 還要等 沒排到的民眾只能等殘劑 新北中和接種站如此搶手 就因為除了初次提供BNT之外 還號稱有莫德納 可以隨盜隨打 而臺北市也宣布 二月四號重啟疫苗預約平台 預計七號開打 但只有BNT可選約六點八萬機 因為莫德納全部都百分之百被預約光了 我們要在BNT大概六萬八千劑 有得打就好了 年前使用中央一九二二 預約疫苗的民眾 則預計二月七號到十三號施打 年後要打第三劑 如果預約不到 恐怕真的只能花時間排隊碰運氣 記憶家會 江振民 黃天堯 SNG小組 台北新北採訪報導